當義工在惡劣的環境救走了毛鞋之後 會將它們交給站托家庭悉心照顧 直到狗狗遇上新主人之前 站托家庭就會成為它們的短暫父母 除了讓它們有遮蓋和食物之外 也會教育和愛它們 這隻托斯圖的名字 我第一眼看到它已經避開了 因為我覺得它的顏色很有趣 黑白色 還有它好像一個紳士一樣 穿著一件長的燕美禮服 當日幾隻狗在一起 幾兄弟姊妹 其他那些就躲在梳化底櫃底 要拔它出來 但它已經是自己走到那裡找個抱 因為它是天生喜歡和人相處的人 很乖 做站托的必要條件就是 你要好用心機教狗 如果你的狗是你的 但如果你想著你的狗是讓人領養的話 你一定要教好它 我自己本身 我第一件事一定是教牠 不戶食 飲食禮儀 因為我很害怕 那隻狗在吃東西 小朋友說 哎呀好可愛 狗仔把他摸摸摸 另一口洗 你賠不回兒子給別人 咬完那隻狗 然後人家毀滅 就沒有這隻狗 捕狗不應該罰 當牠做得對 當牠做得對 第一次的時候 你捉住那個時候 去讚牠的時間 牠以後就很想你去讚牠 做不停做對牠的行為 我這兩年 我的狗 已經只有五、六十隻 我沒有想過做那麼久 想想自己 我做完讚牠的領養之後 我的心的感覺會是怎樣 傷心的感覺是有的 我是試過親自 送一隻狗去領養人家 看看牠的環境 然後告訴牠的習慣 我以為自己很厲害 想不到 就是我回程那程車程裡面 我哭了一個小時 在車裡看著窗戶 是忍不住這樣哭 我以為自己不會再做讚牠的 不會再做義工 因為傷心的感覺實在太震撼了 但是後來 他們又再打給我 如果牠叫我幫忙 我不會幫忙 怎麼辦 就是這樣 一隻又一隻 這樣幫牠們接狗 我也很感激牠們 牠們放不出領養的人 多數都是很疼狗 也是我一直幫牠們 做義工的原動力 我很放心 牠們告訴牠 這隻狗給人領養 對將來的下半身 會得到幸福 你做讚託 做義工 最感恩就是牠找到一個很疼狗的主人 那一刻就說 風承心推 那個感覺是最開心的 是 牠都幫我們託很多很多狗 牠是教得很好 暫當不只是臭 執事執療 不只是這麼簡單 是有份愛 那份愛 簡直是牠出了領養 還牽掛著隻狗 我們覺得是隻狗的幸福 這隻狗的福氣 最近大家都知道 疫情關係 很多領養日都取消了 我們其實 收拾了這麼多狗 我們很少會說 沒有領養人 我們就不夠了 其實這是一個困難 我們很努力的 希望每隻狗都得到 夠活到 牠不用在街上 或者被人棄養 這件事是需要大家的幫忙 這一天 Texido就在Hive畢業了 牠找到一個 願意愛牠一生一世的新主人 有什麼想和幸福 咦? 要繼續努力 劈殼玩樂 幸福一生 不斷疼愛主人 討過主人開心 一生恆恆不福